其实我是很少就听到情侣们 在争吵的时候觉得很烦 但你们让我听不下去 我恍惚在听你们说到 每月一次的买机票 无数次的买新衣服 买一些他心爱的礼物 我就想问你们月薪多少钱 另外我再想问你们 你们现在是学生吗 是的 你这如果他不接电话 你一下打五十多电话 一百多个微信 然后整天就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了 脑子就在他那了 你是学生啊 你应该学习啊 您这位各种的游戏酒吧 看不上送给别人 这一点尊重都没有 你们在谈什么呢 刚才赵川说 再过一年你们再分吧 我觉得等不了 我给你们建议马上就分吧 会毁了自己的 为什么分 至于男孩来说 你根本就不爱 你爱他会把他辛辛苦苦给你的礼物 送给别人吗 你爱他你去酒吧 你会不跟他说吗 你要真爱他父母 怎么不知道这么一个人的存在呢 所以这叫谈什么爱呢 我不是反对大学生谈恋爱 但至少你们两个人 不适合在一起谈恋爱 女孩貌似你更多 其实你爱他 或者说你喜欢他 比他喜欢你要多一些 但是恰恰 遇到了这么一个不在乎你的人 会毁了你 毁了你的学业 当你大肆选择工作 毕业要你的成绩单的时候 你想想 看你能交出什么样的一个成绩单 交不出成绩单的 并不得要靠谁 又要靠父母吧 不会再啃老吧 你找他 他可耽误不了你什么 赶紧把自己的精力铺在学习上吧 不能等了 好好学习 否则一年之后 四年了 你什么都没得到 得到的就是眼泪和悲伤 现在出现一种论调 不在大学里谈一段恋爱 你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大学生 所以就出现了 像这个男生现在这样的情况 是为了谈恋爱而谈恋爱 其实本身不是为了爱 不过是为了形式而已 否则的话你无法理解 如果真心自己喜欢的人 不要说送件衣服 只要是一个礼物 你会爱不释手啊 你总想拿出来看一看 不管他穿得合不合身 你穿在身上 你都舍不得脱下去 或者是你脱下去 得好好折好 你怎么可能把他的礼物送给别的男人 我不可以理解吗 我搞不明白吗 我认为这根本就不是爱 所以我认为他对你不是爱 不过是为了一个形式 在开始或许有些许的喜欢 但后来慢慢慢慢的 其实这就是一场嬉闹 还有你 还有你 很多女生在这个场上表现出一种所谓的痴情 觉得千里寄相思 该奉献是就奉献 但有的时候你也不明白 你的这种痴情是为了什么 你的痴情给了一个根本不懂你痴情的人 不了解你痴情的人 不懂付出的人 你的痴情是为了什么呢 所以我看来 我 这种痴情的痴情的痴情 这种痴情的痴情 你只好